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免費call-in專線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in進來留下你想問的股票之後 宣榮老師下節目都會親自幫大家做最專業的診斷 並且在節目當中給大家做最完整的答覆 節目一開始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宣榮老師今天又很開心又有一位投資朋友 陳小姐打電話進來說要特別謝謝宣榮老師 為什麼這位陳小姐她說她是在過年前 在上個月的時候曾經利用這個call-in專線 call-in進來問一檔股票2228的一個健林 健林這檔股票她說她當時是在165塊左右去放空的 因為她覺得說指數漲到9000點了 應該要跌了吧所以就跑去空 也聽到很多頭顧老師跟大家講說 這個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就會大跌 可是他打這個空在165塊之後 後來被嘎嘎嘎到了178塊 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call-in進來 結果在節目當中宣榮老師特別叮嚀他 要小心啊 小心說整個健林的基本面 他是做汽車安全配備 全年EPS有9塊錢以上是穩健成長的 新產下半年又要陸陸續續開出的情況之下 業績又渴望更上一層樓 所以未來的業績是看好的 那更提醒說技術面 當時的健林融資在大幅度減少 然後主力庫存反而是在大戶庫存在增加 所以呢這裡的健林雖然看起來 彈上來有壓力 但其實有大戶在進貨 有轉強的跡象 所以當時建立他空單應該盡早來做回補 以免被軋空上去 後來他趕快聽了憲榮老師的話 趕快把健林給補掉 不然的話現在健林股價漲到180幾塊 他說哎呀這地方指數漲到9700 9800沒賺錢就算了 反而被軋空軋到 這個如果沒有補的話 現在真的會很慘 那幸好有聽憲榮老師的話 先把健林補掉 然後後來加入憲榮老師的會員 因為看到憲榮老師在當時推薦了連得 也跟著87塊左右買 賺了這個地方4成左右 那又再過完年之後 又跟著憲榮老師佈局 康普又賺了10幾% 所以他說這個年 幸好有憲榮老師的幫忙 才能夠過得很開心 不然現在一堆股票放空 被尬在那個地方 真的就很痛苦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當然這地方就是憲榮老師 為什麼要開放Coin專線 給大家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會員 都能夠運用這個地方 我們的Coin專線 Coin進來 問一下你想問的股票之後 憲榮老師能夠盡我所能 就我所學的 能夠去幫助到更多投資朋友 在股市裡頭 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好那當然也是提醒投資朋友 如果說這一波的行情 還記得去年12月份 大盤成交量縮到500多億 每個人都在抱怨 政府怎麼還不出手救市的時候 我當時再三的叮嚀大家 其實消極的人 只會等著人家來救 積極的人會趁著大多數人 不想買股票的時候 就已經買好股票 佈局在那裡 等著別人去抬轎 那現在這一波行情 大漲上來 漲到這個9800點 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裡可以看到 如果跟著我們在當時 趁著沒行情的時候 買好股票 做好佈局的人 現在都在快樂的數鈔票呢 好那接下來的行情 當然指數在今天回來繼續看 看到開盤開高 最高來到9869 漲了69點之後 目前指數稍微翻黑下來了 跌27點 漲多之後出現一個拉回 我想懂技術分析的 應該不會太過於意外 包括投資朋友 如果昨天有來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 看我的一個台股的盤後報告 我每天收完盤 都會針對大盤最新的一個 價量的變化 籌碼的一個留下 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完整指數上面的一個分析 那昨天就特別提到了 昨天指數已經來到9813 但是要注意到說 在這裡面 整個這個指數這一波 如果說從這個過年前的9287 開始來做起算 漲到昨天已經漲了13天 如果是從去年底聖誕節前後 9078的低點開始來做起算 漲到昨天已經漲了32天 都已經面臨或是接近 費波蘭茲係數的一個轉折 再加上月線乖離 已經有超過3% 季線乖離也超過5%的情況之下 昨天台指在做結算 拉高上去做結算之後 短線上這個會怎樣 再來看到 就是昨天2月15號 寫給會員朋友的分析日記 裡頭就寫得非常清楚 短線上在這邊台指拉高結算之後 仍然有可能會先做一次 短線的拉回 修正一下過大的乖離 對不對 所以今天指數開高走低 目前是翻黑 跌了29點下來 看起來這個地方 這個指數短線上做一個拉回了 這都符合我們技術分析上面的規劃 跟預測 當然拉回過後 這個行情接下來又會怎麼走 大盤指數怎麼去判斷 關心指數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大家到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按個讚 加入追蹤之後 每天都可以看到 憲榮老師最新的大盤觀點 盤後的一個報告 那接下來的行情 其實我在這個節目當中 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你沒有在去年底 那時候承接浪三五百億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腳步 就已經在兩小時買好股票 這時候不是說不能買 但是你一定要很小心 千萬不要去亂買股票 那什麼叫亂買股票呢 散戶常犯的錯誤就是這樣 喜歡亂買 我所說的亂買就是 看到什麼股價大漲了才要追 看到什麼股價急拉了就去搶 你以為你價太弱則搶嗎 都是在追高 或者是聽到今天報紙有什麼股票 有大力多 你以為你有做功課跑去買 結果常常被人家利用報紙消息給出貨 對不對 聽到什麼股票 有外資在調高評的目標價 你信以為真跑去買 結果外資就到貨給你 聽到什麼股票 有老師在電視上報名牌 聽說什麼股票 也是某某概念股 這樣的買股票 這樣你沒有做過真正的研究 就跑去買 我都說這就叫做亂買 都很容易在這裡面就算指數漲一樣會賠錢 或者說指數行情這個好的時候 行情好的時候 你運氣好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賺一點 可是長期來看我敢跟大家保證 你這樣亂買股票 到最後一定都是輸家 好那就舉個例子來看 不要講別人的股票 我們就講這個地方 還記得上個禮拜推薦會員朋友 4739的康普 那時候我們在46塊多 第一時間發現雲月營收創新高了 啟動成長動能 經過技術面確認 融資在大減之後 週限MACD翻紅 有大戶在進貨轉強巡號出現 所以在這個地方 當時46塊多 帶著會員朋友開始來做買進 對不對 那股價到後來 當天尾盤收上漲停板 隔天又大漲了8% 到了這個禮拜一 股價又大漲了4.5% 短短三天 從我們的46塊7買進來做計算的話 已經賺了超過一成的幅度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是這個地方 看到康普股價大漲上去了 才聽到其他投股老師在介紹 或是自己跑去亂買的話 你會發現 一樣買一檔股票 我們買在46塊多的價位 這個地方是賺錢的 可是如果你去買 如果看到股價飆到54塊9 或是前兩天大漲了 你才去追買在53 54塊的 這兩天反而你會變賠錢 對不對 你會看到買在54塊9的 今天一個拉回下來 跌到多少 跌到51塊4 你一樣賺不到錢 這就是我說的亂買股票的結果 同樣一檔股票 如果你跟著佈局 買在46塊多 對不對 就算今天拉回還沒有賣 現在51塊 你一樣賺個一成左右 可是如果你是追在高檔的 現在就變成套牢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再三叮嚀大家 這個階段你千萬不要去亂買 那要買怎麼買呢 回來談到我把股票分成四個結構 叫做第一個叫潛榮勿用 再來變成建榮在田 飛龍在天上去跟抗榮有毀 那凡是潛榮勿用去弱勢股的部分 我們都不要輕易的去摸底 有補漲有反彈也應該換股操作 抗榮有毀的股票 大戶已經在出貨 股價出於頭部 也當思如何下台 對不對 那要買記得就是要買 建榮在田的一個股票 等到飛龍在天上去 你就不用去追了對不對 你就可以穩穩的坐在轎子上 所以這裡面操作的口訣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你要成為操盤高手 記得就是買在建榮在田 抱在飛龍在天 賣在抗榮有毀 那關鍵來了 那什麼叫做這當中 可以買要買就買在建榮在田時 什麼股票能夠符合建榮在田的條件呢 那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所謂的榮代表這些趨勢 正出路頭角準備要大展身手 這樣的一個公司產業通常處於萌芽期 準備進入到成長期 股價低檔開始轉強 正是應該把我上車的機會 大波段操作 將有可觀的獲利可期 所以這樣的一個股票 所謂建榮在田的股票 其實也就是符合了 現榮老師這麼多年來 一直堅持的專業的選股方法 也就是所謂的SOP 對不對 我做多我會買一檔股票 一定是鎖定 真正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來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業績真的會成長的好公司 這樣的一個公司 股價才會走得長長久久 而不是像很多投機股 題材股 股價熱的時候 題材熱的時候也會漲 颱風來的時候 豬也會飛上天 可是當風一退 怎麼摔死的都是那些豬 對不對 當題材稍微退燒 你看到很多投機股 漲的時候很會漲 一跌跌下來也都比誰都兇 這種就不是我要的 我只會去找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業績真的會成長的好公司 這才是我們要找的 因為它才能夠走得長長久久 而且還是要堅持一點 要檢視籌碼面有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有轉強訊號出來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大波段操作 這才能夠真正在股市裡頭 賺到大錢 所以也不是說 有一家公司營收創新高就好 對不對 如果股價都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大戶都準備出貨了 你才跳進去買 那也很容易被出貨 所以我說你要買 記得你還記得要這個 這張檢視籌碼面 有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有轉強訊號出現 這樣的股票 才能夠來做鎖定 所以這也就是憲榮老師 帶著會員朋友 這一路以來 為什麼一直在鎖定 我所說的 2017年賺錢密碼 就是這四個字 愛車大物 這代表的就是我今年看好的 最有爆發力的四大明星產業 愛指的是iPhone 8 車指的是車用電子 大指的是大數據 物指的是物聯網 那這四大明星產業 當然產業面的部分 我們在之前演講的時候 都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次 例如說智慧車聯網 我們就跟大家提到 從2013年開始的五年之內 新車出漲前要安裝車載資通訊系統 就是所謂的車聯網裝置的產品的 數量將要大幅度成長七倍 如果以市場規模來看的話 車聯網的市場總額 從2012年的131億每歐元 會成長到 一量2018年到400億歐元 呈現倍數成長對不對 那這樣的產業 我們去找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通常業績就會這樣一路的水漲船高 股價就會走一個大波段公式上來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關鍵 包括像物聯網都是一樣商機龐大 我還是強調業績能夠因此成長 這才是我們要找的 我不是說只有這樣的股票才會漲 但是有些股票漲了 短線你沒來得及賺到 你找很容易這地方 不小心就套在那裡之後 長期變成套牢 那這樣的股票 其實你會發現做起來風險會很大 但是憲榮老師挑給大家的股票 你就會看到了 為什麼我們的股票 能夠穩穩的幫助會員朋友 一檔接一檔 一波接一波的創造財富下去 包括了我們的台藥對不對 那時候34塊多 是不是跟大家講 受惠於物聯網 基地台巨量資料 帶動他的產品 耐高溫超高速的銅箔機板 都已經供不應求 報價持續在看漲 營收開始啟動成長動能 創下新高 股價開始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34塊多 推薦會員朋友買進 對不對 37塊繼續加碼 現在已經漲到43 44塊 已經飛龍在天上去 貨員已經賺了三成了 這時候急漲就不用去追 對不對 要買也是拉回來再找買點 要買最好是跟著我們的腳步 領先市場買在第一檔 在見龍在田的階段 就來做佈局 這就是我們買股票的方法 不只抬藥 包括像這當中 之前推薦大家的見準 不也是一樣 看好包括伺服器 車用上游的關鍵零組件 需求都在持續的增加 營收創下新高 啟動了成長動能 技術面確認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好24塊多 推薦大家買進 賺了穩穩的三成左右 三成以上的幅度了 對不對 包括上個月推薦大家的連得 也是看好 這個營收開始啟動成長動能 創新高 受惠於物聯網 車用零組件 需求都在持續增加 這地方擴充產能的效應 開始顯現 技術面也確認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86塊多 帶大家買進 對不對 所以穩穩的又賺了四成左右的幅度 好那這就是憲榮老師在做股票的方法 我不是要告訴你說 你看我們的股票每一檔都保證你賺錢 不是喔 我只是要強調 重點你要去觀察 憲榮老師選股票的方法 因為只有方法正確 才有機會一檔接檔 一波接一波的創造財富下去 那如果沒有 很多電視商老師都不會跟你講 他怎麼去挑股票 只會每天吹噓說 哎呀他買了什麼股票當天又漲停 買了什麼股票當天又漲停 那種 各位投資方你就要仔細思考 很多都只是在騙你 對不對 還是強調只有方法正確 才能夠一檔接一檔 一波接一波的創造財富下去 那憲榮老師選股票的方法 就是這樣堅持 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業績真的啟動成長動能的好公司 技術面有大幅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會推薦會員朋友來做買進 所以在這裡 我們也在今天發現了一檔 這個矽晶圓的新黑馬 現在受惠於半導體的矽晶圓 市場供趨吃緊 那第一季合約價 已經平均漲幅達到10%左右 預計下半年漲幅還會繼續擴大 而這家公司營業於1月份零收 也因此創下了歷史新高 開始啟動成長動能 技術面的部分也開始發現 有大幅在做進貨之後 股價正要轉強走勢出現 這個部分如果說投資棒想把握的話 都歡迎大家這個地方 盡早來加入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當然針對剛剛公布出來的 原月份零收 又有哪一些公司 有可能像之前的台藥 像之前的建准 像之前的聯德一樣 營收開始成創新高 啟動成長動能 股價準備發動波段攻勢的 現在原月份零收 已經有34家創新高的公司公布出來了 這裡面誰又有機會成為下一隻黑馬 我們也緊急來幫大家辦一場 這個面對面的免費座談演講會 會在這個禮拜天在台北 跟大家演講的主題就是 就是元宵到清明節 台股的操盤策略以及新黑馬 就是要運用找出台藥的方法 找出見準的方法 找出聯德的方法 再來找出來 接下來台北股市 又有誰能夠有機會成為台藥第二 見準第二 聯德第二 成為下一隻的新黑馬 如果說投資棒想把握的話 記得座位有限 額滿為止 盡早待會休息時間 就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先來報名面對面的免費座談演講會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一週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群出現02 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 2781-0909 2781-0909 現時來電入會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好那這幾天當然行情非常的火熱 很多投資朋友都打電話進來 要詢問現容老師的一個會員的一個辦法 可是有投資朋友說 哎呀這個自己做股票省一點好了 這地方不用去加入別人都會員 那加入現容老師還要再繳一筆錢 當然如果說啦 你自己做股票做得非常的順利 都有能夠去賺得到錢 都能夠去把握到低檔 例如去年指數在9000點附近 這個量三五百億的時候 就已經先做好佈局 現在這一波上來買的股票也都表現得不錯 跟我們的台藥跟我們的見準比起來 跟我們的這個聯德比起來 毫不遜色能夠讓你自己賺得到錢 那你自己做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沒有呢 如果你在去年我在苦口婆心勸大家 趁著量小進場買股票的時候 你還是在那裡觀望 還是在那裡猶豫 還是不敢進場 對不對 現在被嘎空手上來 或者是你買的股票都不能夠 不過即使現在指數漲到9800了 你還是一樣賺不到錢 那你真的要去思考 思考什麼呢 記得股市之中最貴的學費 就是賠了錢卻沒有學到經驗 你要去思考你是不是方法錯了 到最後只會用錯誤的方法繼續賠下去 那接下來你就能夠去賺得到錢嗎 是不是因為你只想省一點小錢 結果在股市裡頭賠了更多 賠了大錢出去呢 所以會提醒大家 窮忙足的通病是什麼呢 也就是經常在省小錢 結果花了大錢賠了大錢 有錢人的做法會懂得花一點小錢 請專業的人才幫自己賺大錢回來 或者這麼說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會自己去亂買藥來吃 還是這地方真的 病得比較嚴重的時候 趕快去找醫生給你做最專業的診斷 如果你要打官司的時候 你會這地方自己隨便寫一寫這個狀子 跟人家去打官司 不小心打輸了賠了更多 還是這地方懂得請專業的律師 幫你贏下這場官司呢 對不對 同樣的在股票市場裡頭 你不能夠自己亂來對不對 當你自己賺不到錢的時候 記得這地方花一點小錢 請專業的人才才能夠去幫你 賺更多的大錢回來 這一點一定要記得 才有機會成為有錢人 所以在接下來的行情 當然記得要能夠在股市當中賺到錢 千萬不要去亂買股票 不要看到股價什麼大漲才去追 吉拉才去買 但是在這個階段操作真的也很難 因為你會想說那我這指數漲多了沒關係 我去買那種低低的沒有漲過的股票 看起來還在打底的股票就好啊 但是我都叮嚀大家 如果它真的是好股票 指數現在漲到9700 9800 應該早就一飛沖天創新高了 如果沒有的話呢 會不會是基本面 甚至是這個當中未來產業前景有疑慮 所以股價才動都動不了 這樣你這個時候才去買 會不會在指數的高檔買到弱勢股 反而更危險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階段我叮嚀大家 操作上要更為謹慎 不要去亂買 一定要按照我們所說的 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來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業績真的會成長的好公司 而且股價這地方 有大戶在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你來做出手 才有機會 這個提高你的勝率 才有機會在股市裡頭 用正確的方法一檔接播 一檔接播的創造財富下去 這也就是極品操盤團隊 能夠去幫助你的地方 幫助你記得繼續鎖定 我們所說的2017年 最有爆發力的愛車大物 這四大明星產業 鎖定真正業績 能夠因此成長的好公司 鎖定就像當時 我們推薦的台藥 受惠於物聯網 巨量資料 帶動它的一個產品 開始公幣應求 報價持續在看漲對不對 營收開始創新高 啟動了成長動能 技術面又有大戶在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344塊多 推薦會員朋友買進 現在已經獲利三成左右了 包括見準也是一樣 24塊多發現 受惠於車用上游的關鍵零組件 伺服器這些零組件 都在持續的提升當中 業績開始創新高 技術面有大戶在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24塊多開始買進 現在也已經獲利超過三成了 對不對 聯德也是在86塊就已經領先全市場 發現到它受惠於物聯網 加上車用零組件 需求開始提供它成長動盪 業績也開始創新高 技術面也大戶在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86塊多買進 順順利利 輕輕鬆鬆的 獲利高達四成 現在已經全數出清 獲利入袋了 接下來新黑馬的部分 當然我們已經在幫投資朋友 繼續來做鎖定 如果說投資炮 想要繼續來做把握 想要鎖定像台藥 像這個見準 像是這個聯德這樣的好公司的 提醒大家在這個禮拜天 我們將會緊急舉辦一場 線上也這個 將會緊急舉辦一場 面對面的座談演講會 演講的主題 元宵節過了 一直到清明節這段期間 台股的操盤策略該如何去訂 接下來又有什麼樣的新黑馬 要用當時我們找出來台藥 當時找出來像見準 找出來像這個聯德 這樣的好公司 帶著大家一起來做鎖定 如果說投資朋友 錯過了之前的台藥 錯過了之前的聯德 錯過了之前的一個見準 甚至去年的自身科 這樣大波段獲利的機會的話 都歡迎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跟著憲榮老師的腳步 一起來鎖定 未來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真正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一起掌握領先市場 買在低檔 大波段獲利的一個機會 歡迎大家待會休息時間 就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指名加入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或是報名禮拜天的面對面 座談演講會 好好把握機會 我們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